对于普通观众和吃瓜群众来说,娱乐圈那么大,明星和艺人那么多,不用刻意关注跟踪谁,每天都有影视作品可以看,有娱乐八卦可以看,铁打的娱乐圈,流水的明星和艺人,从来都不会冷清寂寞 但是对于某些明星和艺人的粉丝来说,就没这么宽心了,有操不完的心 比如明星有作品面试,粉丝要去围观,去夸张,还要和差评做斗争,明星有娱乐八卦还要去维护,然后明星没有作品和动态还得去催促监督,真的比明星的工作人员或者父母还操心,而且还得不到什么好处 粉丝对于明星和艺人来说,虽然不算是工作的所有意义和目标,但现在也算是鱼离不开水的重要性 但对于普通网友,以前说到粉丝,大家容易觉得他们不理智,虽然有些片面,好像也不无道理,确实是很多乱象形成了这样不好的印象 但粉丝不理智也分情况,比如有的粉丝是无条件信任偶像,什么都接受,无论优点缺点真相还是假象,什么都尬夸,毫无主见 还有一种粉丝看似理智,其实也不理智,甚至胆子大,敢吐槽明星及其工作室,有点操心过度操之过急 有些粉丝,不仅操心偶像上映的作品,还要关注未来工作动态,如果不满意,就会去抨击吐槽工作室和公司甚至明星本人 比如最近唐嫣工作室刚刚发照片公布她6月的工作形成事无形成,这对于喜欢她的粉丝来说,无疑是等了个寂寞和打击,于是粉丝开始抱怨发牢骚甚至吐槽发泄 确实,唐嫣虽然比刘诗诗杨幂等85花大几岁,但这些年发展一直不相上下 但现在唐嫣不仅与杨幂关系疏远,发展现状也不如她 特别是近一年来,唐嫣除了去年有电视剧播出,年末参加了一些演出,近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动态 相比之下,杨幂有新剧在酝酿播出,然后又参加湖南卫视的花与少年真人秀 平时形形色色的写真和八卦话题刷屏,热度居高不下,本人和工作室营业积极 相比之下唐嫣这边确实显得太低调冷清,没有多少工作动态,连尴尬苍白的晒照都没多少,粉丝自然觉得迷茫 所以唐嫣工作室才宣布唐嫣六月无形成,就激怒了粉丝,不少人开始吐槽工作室没能力不作为 甚至还直接吐槽唐嫣不积极不努力,甚至要掉粉,还让唐嫣回去生二胎宣布退圈,看得出很愤怒 但是对于这些粉丝的牢骚,有些人能理解是督促,更多人觉得他们是三观不正宣宾夺主 毕竟唐嫣在上海,受近期风控影响,工作形成不多能理解 而且娱乐圈资源有限,唐嫣也是年近不惑的年龄,还要照顾女儿和家庭,要找到合适的剧本和综艺资源,也不容易 不得不说,现在唐嫣的处境太难了